水利属地九河川局今年在花莲溪以及秀古兰溪流域 呈现阶段性的成果外 在918地震九河局也及时启动了巡舰以及修复堤防 在防洪安全、山泰治河等面向都有逐步的成果 而15号上午在佛容饭店举办年终成果发表 展望未来再与各界伙伴协力合作 要来共创美丽的花莲 水利属地九河川局15日在佛容大办店举办年终成果发表会 包含政府局长等客室主管都出席 分享这一年在花莲溪及秀古兰溪流域的阶段性成果 以及九河局在防洪安全、生态治河与智慧管理面向的推进状况 我们九河局的任务最主要是核防安全 那核防安全确保之后 慢慢我们知道说花莲地区真的是好山好水 各方面都会常好 所以我们慢慢确实跟一些NEO跟环保团体 去如何把生态 把环境面的东西把它做一个结合 就变成一个生态治水的部分 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管理面是非常非常复杂 那怎么利用这个比较先进的一些科技一些 sensor 那我们慢慢也会做一些所谓的智慧管理 所以今天我们的就是要把我们这整年的一个成果 尤其大家都知道0918大地震 这个两个大小都断了 那我们也在最短的时间跟县府大家一起合作 把这些事情来做一个解决 那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今天有这个 荣幸开着这样的成果发表会来邀我们各位记者 来说明我们今年的有关在 皇后安全在这个生态治水 还包括智慧管理面的一些成果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九合局日前以公司协力 恢复别西河川生命令 提报1111年国家永续发展奖 在全国134个机关团体报名角逐后 九合局荣获政府机关类奖项 不是就我们公部门的努力 这部分也是要靠我们一些像说师部门 尤其地方在地他们的一些热心 大家一起来 那大致目前我们大概会从所谓四环 环石离合 环水离合 环土离合 还有环雨 我们透过这四方面 那也不只有我们九合局来努力 这部分我们也有包括林务局水保局 还有包括县府的部分 大家是透过一些大小平台的一个沟通努力 我想这部分是 因为我们大概已经拟定未来一个五年的一个 大概呼吁计划 那我们会朝这个呼吁计划 然后透过大小平台的沟通 然后慢慢的滚动式的 一步一步往前去走 那真的也是非常感到非常荣幸 因为这个国家 我们续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讲 那真的也是谢谢我们在地的一个 NGO跟我们在地大家一起 情测情愿的努力 局长王国良表示 0918强震 九合局即时启动巡检及修复堤防 以确保河道通红断面足够 避免造成灾情 目前也在马佛西、木瓜西 串联生太郎道、国土绿网及富裕原生树种 也办理系列浸滩活动将教育向下扎根 九合局将持续于风险管理 超前部署精进 齐取与各界通力合作 互利共好 迈向永续 记得讲方言 华理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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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